这绝对是蜡笔小星让人笑到抽筋的一击 平均一分钟笑两次 每一针都是名场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和小星一起洗澡到底有多惨 美牙差点被活活玩死 那么小星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呢 这天晚上因为广志要加班到很晚才回来 所以美牙叫小星跟她一起洗澡 眼看小星无动于衷 美牙二话不说直接来应勿 小星健壮也只好服从 很快就一秒变装 来到浴室小星说自己也想穿内衣 美牙告诉她只有女生才能穿 没想到小星又来了一具神捕刀 然而小星为了能穿上内衣 直接来了一番骚操作 由于刚才小星的耽误 美牙放了太多热水 现在只能再兑一些冷水 没想到小星又开始搞事 立马出去拿了一桶泥土直接到进水里 美牙顿时被气坏了 直接将小星赶出去 让她在外面等着 结果小星居然跑到外面来秀操作 你是谁啊 你看 大家叫我动感超人 一番闹腾之后 终于总算是可以泡澡了 可小星却想着给水加点颜色 于是趁美牙没注意 直接将整缸水都变成绿色的 接下来开始洗头 不料小星又开始整活 于是小星赶紧打开喷头帮美牙冲洗 结果差点把亲妈给冷死 随后小星又开始灵魂讨论 这问题算是把美牙给难住了 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思索了一番 终于想到应对之策 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会问出这种问题 可美牙早知这一天的到来也有准备 这时小星突然想尿尿 美牙让她赶紧去上厕所 可小星却忍不住直接就地解决 片刻间连水都变了颜色 接着看到小星拿着自己专用的高级沐浴露 美牙赶紧制止 可没想到小星突然手一滑 眼看一滴都不剩 美牙瞬间欲哭无泪 结果这时小星手里的肥皂又突然掉落 就这样洗个早美牙 差点被小星活活玩死 众所周知小星是个全能的天才儿童 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她的屁体 还有豆皮寿司 可没想到她的豆皮寿司竟如此抗脏 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这天正难来到野外抓蝴蝶 一竿子下去以为抓到了 可没想到 小星不好意思地说到自己躲在草丛里做赏鸟活动 不知不觉就睡过去吧 原来是广志打高尔夫赢得这个望远镜 所以叫他自己来做赏鸟活动 正南想想不对劲 既然是来赏鸟为什么还要脱裤子呢 正南这才明白 小星这家伙对赏鸟二字有误解 接着正南告诉小星 赏鸟活动就是以观赏鸟儿的活动为乐趣 听完小星便拿起望远镜看向前方的小鸟 接着就发现一副熟悉的背影 没错正是尚伟老师 尚伟老师一看他两下的赶忙开溜 不过很快又被小星给找到 小星拿起画板就要看看在画什么 可上面却一片空白 尚伟老师不好意思地说到 从今天开始要把画画当成自己新的嗜好 我们两个也是从今天开始尝试新的嗜好了 我是做赏鸟游戏 什么赏鸟啊 是赏鸟活动啦 接着一看 尚伟老师准备的工具很齐全 小星拿起一根看起来很贵的画面 就问尚伟老师比较贵的工具 是不是画得比较好 尚伟老师觉得应该是 可是我感觉我妈妈都买很贵的化妆品 可是画起来好像也没变美女 真的是 紧接着小星又开始拿起望远镜一眼望去 很快就锁定一位大姐姐 尚伟老师连忙制止 这玩意应该拿去好好赏鸟而不是偷窥 接着小星又发现了一只乌鸦 为了让乌鸦自己飞过来靠近一点 小星这才想起 吉永老师说过乌鸦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 于是 就在这时正男刚好过来 乌鸦直接落在正男头上 小星让正男不要乱动 自己也一边摇着屁股一边靠近观赏乌鸦 下一秒乌鸦便飞走 还拉了一坨屎落在正男头上 正男抱怨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因为你的头长得就想让人扁扁在上面啊 那到底是什么头啊 真秀不了 小星觉得自己寻找鸟的时间比赏鸟的时间还长 突然感到很无聊 而另一边的尚伟老师迟迟画不出个好的东西来 此时的小星找鸟正好又路过 接着看到尚伟老师的话真是一言难尽 于是小星便拿起笔自己画了起来 没想到小星真是天赋一点 尚伟老师只好默默地走开 恰好遇到一直抓不到蝴蝶的正男 尚伟老师打算自己也来试看看 结果抬手一挥就抓到了 接着又飞来两只蝴蝶 没想到尚伟老师片刻间又同时抓到两只 这下可好了 越抓越上瘾 正男眼看自己的嗜好被抢走了 于是只好过去找小星 可小星此时正忙着绘画没空理他 于是只好拿起小星的望远镜去赏鸟 哇 好可爱的鸟哦 就这样三人的嗜好都对调了过来 哎 天真快乐 一向尽心尽责的黑鸡因为偷吃顶心 居然被小艾无情地看出了 这天小艾来到幼稚园 然而今天一起到来的居然不是黑鸡 而是换成一位冷酷的大姐姐 这位大姐姐无时无刻地陪在小艾身边 这让吉永老师很是疑惑问起这位是谁 原来她是小艾的新保镖 小朋友们顿感吃惊以为黑鸡是生病了 小艾表示黑鸡偷吃自己最喜欢的点心 所以被开除了 真是的 傻好无情啊 听到这番话 女保镖瞬间严肃了起来 我叫演员星之助 我请多多指甲人 竟然有如此无理的举动 我饶不了你 可她不知道的是眼前这位是小艾未来的老公 随即就被训斥了一顿 这时外面出现一个可疑的身影 女保镖赶紧出去一看 原来是园长先生 然而这张可怕的长相又引起一场大悟 吓死我了啊 吓得小尿尿人们 有一点 这样我们没有办法上课 为了不耽误上课时间 小艾让女保镖赶紧退下 随后下课期间 女保镖还是紧紧跟随小艾身边 然而黑鸡则不同 她只会远远守护着小艾 此时的小艾也没有了网约的精神 放学后 女保镖跟小艾讲述 接下来的行程安排 小艾觉得这个人很精明不会出错 跟黑鸡不一样 没有什么弱点可以利用 这时小艾突然肚子饿了想吃点心 不过因为现在不是吃点心的时间 所以被拒绝了 如果这时候黑鸡再就好了 果不其然黑鸡就出现了 立马紧追过去 随即拿出遥控器按下按钮 原来黑鸡早就帮小艾在车里准备好点心 小艾拿着点心往后一看 果然黑鸡就出现在后面 赶紧以口渴为由让女保镖停车 趁着女保镖去买水之际偷偷溜走 不过还是被发现了 紧接着小艾跑到公园 看到前面的一个水坑 女保镖见状赶紧飞升过去把小艾推开 还好黑鸡及时赶到 这才避免悲剧的发生 接着黑鸡过去呵斥到这样当保镖一点也不合格 为了避免沾到泥巴 而让大小姐受伤的话 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女保镖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于是决定再回到保镖学院继续深造 此时小艾也深知黑鸡才是最了解最适合自己的保镖 然而她还是一样刀子嘴豆腐心 为了惩罚你 我命令你回到小艾身边随我使坏 好的 小艾小姐 好